一 二 三 走 来 找出来 毒品藏在哪里 新北市警犬们出任务 别想骗他 以为藏起来就找不到了吗 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 当然不会被呼弄 凭着灵敏的嗅觉 找出被藏起来的毒品 警犬们第一次出席新北市副议长 陈红元举办的熊妈记宝贝警察营 示范执勤查气毒品的可爱模样 即刻会被他们圈粉 他找到之后 我们训练的方式就是 盯着不动 你也不能去抓他 你也不能去装他 因为爆裂物撞了会爆炸 你就跟我讲盯着不动 就是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刚刚有没有看到 他盯着不动 开演唱会 还是什么 去查爆裂物 还有抓走私毒品 这些非常危险的任务 就是他们生了 所以我要让所有的小朋友 就是他们 给他们鼓励 说每次警犬的粉丝都比你多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因为 当务他是最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喜爱他们 他是没有国界 他没有党派 没有颜色 警犬们人气旺 粉丝团追随者众多 难得有机会参加警察营队 示范勤务工作 真的是头一次 让亲子们包围在身边 其实他们执勤的时候 相对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 见此机会 也让大人小孩 上了一堂警犬工作 试进课 三个地方有警犬队 第一个是新北 第二个是台中 第三个是高雄的宝山 不知道人们问我说 是每一个警察都有配一只警犬 没有 像我们新北市 七千多个警察 只有28只警犬 所以是很少的 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某某样的警犬们 执行勤务以茶器枪械 毒品和爆裂物为主 或是执行专案勤务 首次出席警察营队的任务 表现亮眼 尤其和林犬员互动时 磨蹭讨抹的模样 真的会被他圈粉 直呼好可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